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NCAA跟UBA最大的規則上面的區別 因為在台灣其實很少會看到NCAA的比賽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 NCAA是用他們自己自訂的比賽規則 UBA的規則是照著FEBA的規則 所以有非常多的區別 第一個最主要的區別就是比賽的時間 NCAA男生目前是用兩個半場 就是上半場20分鐘下半場20分鐘的規定 NCAA的女生是以四節十分鐘 NCAA女生的比賽時間跟FEBA是一樣的 都是四節十分鐘 第二個也是蠻重要的一個區別就是進攻時間 FEBA或是UBA使用的規則是24秒的進攻時間 然後球碰到籃框之後是14秒 或是犯規之後是14秒 還有一個就是過半場是要在8秒以內過半場 NCAA規定的進攻時間是30秒 所以比FEBA還多了6秒 然後過半場的時間是10秒 球出手碰到籃框之後重射的時間是20秒 以防守來看的話 半場的陣地戰會比較辛苦 因為你防守要守30秒 如果沒有搶到防守籃板又要多守20秒 第三個規則區別也跟時間相關 就是什麼時候可以叫暫停 在FEBA的規則好像是要死球才能暫停 但是在NCAA那邊是活球 就是如果你們球隊掌握著球權 你們隊就可以喊暫停 球員也會自己喊暫停 在NCAA對於喊暫停又更加的有策略性 特別是在決定比賽最後那幾分鐘的時候 像有的時候如果可能剩兩分鐘 然後比分很接近的時候 你可能被包夾 然後教練覺得你會失誤或是傳不出去 他可能就會喊一個暫停 讓球權還是保留在你們球隊上 也不會讓對方多一次的進攻機會 接下來的規則的區別就是在威力方面了 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走步的規定 在UBA他們是有012 就是你收球的時候可以踩一步 然後之後可以再踩兩步 但是在美國其實走步的規定是 是沒有第0步收球那一步的 雖然現在已經放寬很多了 大家在UBA常常會看到接球之前墊步 但是要是在NCAA做那個動作的話 會被吹走步 接球的時候一定要雙腳同時落地 或是走一二步 就是已經設定好了你的軸心腳 我去年在比賽的時候常常就被吹走步 這點是我自己最討厭的一個規則的不同 如果美國有012這個規則的話我覺得打球打起來會輕鬆很多 但是變成說防守上面也比較難守 下一個規則就是防守方面的規定 防守上面的區別就是hand check NCAA有規定你不能做arm bar 防守的時候不能手這樣子架著進攻球員 他要是看你做這個動作他馬上就會吹犯規了 他唯一會讓你做arm bar就是守低位球員的時候 但是只能一隻手 你不能兩隻手去推低位的球員 那樣也會被吹犯規 這個規則在防守方面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因為你沒辦法一直用手去推進攻球員 一定都是要用震身擋住球的 下一個規則區別就是掩護的犯規 進攻犯規 在台灣我常常看到掩護會偷擋一拍 在NCAA這個抓得非常嚴 你要是去擋拆你就是完全不能動 要不然他們馬上就會吹你的進攻犯規 要是看美國大學籃球的話 他們的後衛都一定會等擋拆上來 擋好他們才會開始動 擋拆要是慢一拍的話 這樣就會被吹進攻犯規 最後一個規則上的區別就是 技術犯規跟unsportsmanlike foul 在美國是沒有unsportsmanlike foul 如果你是惡意性犯規就是技術犯規 但是在Fiba的規則有一個unsportsmanlike foul 我今天大概分享了我想到的一些 NCAA跟UBA在規則上面的區別 下次我會再做一支影片來分析 UBA跟NCAA在球場上的不同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跟訂閱 然後分享給其他喜歡打球的朋友